大家好 歡迎來到慧眼看中國 我是孫寧 俄羅斯最新型的蘇-57戰機 11月3日抵達中國珠海金灣機場 準備參加11月12日登場的 第15屆中國國際航空博覽會 不料這款被克里姆林宮 譽為全球最先進第五代隱形戰機的新銳 還未正式亮相 就引發了惡評不斷 意外成為中國網友的笑柄 蘇-57的照片和影片 連日來在中國社群媒體上瘋傳 眼尖的航空迷很快發現 這架戰機存在諸多瑕疵 包括機身螺栓外露 零組件結合不完美等問題 其粗糙的外觀與組裝品質 遭到中國網友猛烈抨擊 有網友將其與中國自製的 殲20戰機進行比較 對蘇-57的設計與製造品質 提出嚴厲的批評 更有網友認為蘇-57 不能和中國新登場的殲35A同場展出 一位中國網友拍視頻說 珠海航展終於可以近距離觀察蘇-57 這工藝真心不咋地呀 前往航展的航空迷 用手機近距離拍攝了蘇-57 前所未見的細節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機身和機翼上數以百計的螺絲 而不是隱形戰機設計中通常使用的某釘 俄羅斯使用螺絲而不是某釘打造蘇-57 引發了對它雷達隱形能力的嚴重質疑 某釘能在蒙皮之間形成更緊密 更平滑的連接 而螺絲則會略微突出 反射雷達波這種差異至關重要 因為任何瑕疵都會損及戰機的隱形特性 使它更容易被敵方雷達系統發現 此外 某接確保了戰機高速機動時 在承受龐大力量下的結構完整性 某接與可能因震動而鬆動的螺絲固定不同 能保持機身安全穩定 隱形戰機的空氣動力學特性也受益於某接 這所提供的平滑表面將阻力降到最低 使飛行更有效率也更靈活 如此看來 蘇-57使用螺絲實在是一種硬傷 據美媒商業內幕認為 蘇-57是世界上最糟糕的隱形戰機 其雷達橫截面在網上引起了很多爭論 專家對蘇-57的評估表明 它的2CS約為0.5平方米 和美國第四代戰機FA-18超級大黃蜂 不帶彈藥飛行士相同 比F22猛禽大5000倍 根據福布斯今年11月4日消息 俄方此次除了安排一架蘇-57進行飛行表演外 另一架也將以靜態方式展出 由於西方制裁壓縮了蘇-57的生產規模 莫斯科一直積極尋求外國買家 此次參展正式期望打開外銷市場 蘇-57的北約代號是惡棍 它在中國引起的關注顯然並不是製造商所期望的那種 保加利亞軍事網11月4日指出 蘇-57最新亮相只是進一步損及自身聲譽 因為幾乎已經證實它並不具備隱形性能 無論它的流線型設計或雷達吸收圖層如何 蘇-57戰機似乎經不起詳細審視 科技產業分析師恩特納則表示 中國社群媒體向來展現強烈的所謂愛國主義色彩 加上中國已成功研發出自認優於俄羅斯的國產戰機 這使得蘇-57在中國市場很難獲得青睞 也可能影響其他潛在買家的觀感 第15屆中國航展將於11月12日至17日在珠海舉行 本屆珠海航展將首次集結三款隱身戰機 除了殲35A、蘇-57還有中共20家族殲20 今年的航展將有4架殲20參展 10月5日中共空軍正式官宣殲35A將亮向中國航展 官媒連日來請大陸軍事專家吹捧殲35A 據介紹此次參展的殲35A是中共新一代隱身多用途 殲機機採用氣動結構與隱身一體化設計 是中共空軍號稱實現隱身與反隱身作戰體系 規模化的重要組成力量 中共軍事專家表示這次公開殲35A意味著中共空軍 將同時擁有兩款隱形戰鬥機殲20和殲35A 這是繼美國空軍裝備F22和F35之後 全球第二個同時裝備兩款隱身戰機的國家 從此前的殲20到新亮相的殲35A 中間跨越了十幾個序號 中共軍事專家傅前哨認為 心機一定能夠抗衡國外的同類型對手 甚至要對他們形成碾壓性的優勢 傅前哨甚至聲稱 從殲35A的外觀設計來看 以及他採用的材料塗料等來看 我個人認為殲35A目前的隱身性能排在世界第一 有陸媒則宣稱 台軍最先進戰機在殲35A前毫無勝算 但殲35A有那麼牛嗎 X帳號海外爆料發照片說 珠海航空展上驚陷中共第五代戰機殲35A 美國人看了直搖頭 指責說 你模仿抄襲我們 F35也就算了 但怎麼著也把名字裡的35給去掉 小編建議改為殲250 省得美國人罵罵咧咧 也有網友說 叫殲200斤 假冒偽略產品大國 中共盜竊技術 抄襲已在國際上臭名昭著 在軍事技術上更是如此 新出場的殲35A的情況 人們還沒有確切弄清楚 但俄國專家就曾說中共殲20戰機山寨了俄美技術 2018年11月 當時正在舉行的中國珠海航展上 中共對外展示了第五代隱形戰機殲20 並進行了飛行表演 中共官方報導當時也大力吹捧殲20 第五代隱形戰機殲20於2017年3月列裝中共空軍 被中共官方媒體稱為亞洲最先進的戰鬥機 但據俄羅斯媒體和專家評論說 這一戰機大量仿製了俄羅斯和美國的技術 中共並未對此說法做出有力駁斥 俄羅斯塔斯社當時的文章標題為 勉強購到第五代 中國不斷拷貝俄羅斯最好技術設計 而造出第五代戰機 文章稱 實際上進行表演的三架兼20戰機 仍然安裝著俄羅斯的AL-31F發動機 俄媒分析說 這顯示雖然北京對外宣稱 可以替代俄產品的國產 涡扇發動機研製成功 但穩定性仍然無法達標 而AL-31發動機是蘇聯時期 專門為蘇-27戰鬥機設計的 安裝這種老款發動機 肯定無法令殲20達到第五代戰機的要求 據塔斯社的文章還寫道 新型戰機的設計並非完全是中國自己技術思想的成果 而是成功仿製了俄羅斯和美國的設計理念和技術 其中一些是非法獲得的 俄羅斯政治軍事評論人士康斯坦丁 杜赫諾夫說 殲20擁有大量仿製或完全複製俄羅斯米格1.44試驗機的技術 和美國第五代戰鬥機F22和F35的技術 但中國人也在進步 以前只是完全山寨拷貝俄武器裝備 但現在已經能夠成功的把從多國拿來的技術拼湊到一起 俄羅斯國際航空沙龍Max名譽主席 俄聯邦功勳士飛員馬加麥德陶巴耶夫說 蘇俄技術以不同的方式被中國獲得 在20世紀90年代是通過公開的政府間 和企業間合作協議獲得 後來他們就從我們這裡購買了20至30架飛機 之後將我們的生產和技術轉移到中國 陶巴耶夫還評論說中國成功超越了嗎 他們落後了 是的 他們只擁有更多的數量和落後的質量 因為我們沒有給出最先進的技術 俄塔斯社軍事觀察員維克多利托維金評論說 毫無疑問在中國 他們已經能夠山寨最好的軍事裝備樣品 但我們必須記住一點 山寨貨總是要比原裝差一些 也有證據表明中共在射擊艦20戰機時 抄襲了美國F22和F35的一些技術 2014年6月居於溫哥華的華人蘇斌 被加拿大警方逮捕 7月上庭罪名是幫助兩名中國同謀 進行黑客活動 入侵波音公司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私服器 竊取了包括F22、F35戰鬥機和C-17運輸機的 機密軍事資料 澳大利亞聯合新聞社2015年1月報導 中共間諜從美國竊取有關F35隱形戰鬥機的 機密資料數據多達50TB 中共獲得這些數據後 已經將其應用在殲20戰鬥機上 臺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所長 沈明氏表示 中共空軍的科技原本來自於前蘇聯 但中共自己仿製的性能不如原有版本 蘇聯垮臺後 中共曾有一段時期獲得美國科技 但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受到制裁 因為俄羅斯需要金錢 中共能從俄羅斯獲得不少科技 現在服役戰機除了殲10來自於以色列外 其他都來自俄羅斯的系列戰機 如殲11、殲15、殲16等 但是隱形戰機則來自美國戰機科技的竊取與仿貌 沈明氏說山寨貨必然比不過原裝品 而且差距很大 平常擺樣子可以真要打起來就知道差距了 在過去27年中 全球只有4款第5代隱形戰機投入使用 其中F-35和F-22戰機由美國擁有 中共製造了殲20 俄羅斯則擁有蘇-57 美媒商業內幕對這4款隱形戰機進行了對比和排名 F-22和F-35位居第一和第二名 超過中共的殲20和俄羅斯的蘇-57 單座雙引擎的F-22猛禽 是世界上第一款量產的第5代隱形戰機 1997年9月 F-22首飛的時候 其寬大、棱角分明的機身看起來就像科幻小說描述的樣子 這款戰機模糊了美國用於攻擊和轟炸任務的隱形飛機 與美國賴以獲得滯空權的高性能戰鬥機之間的界線 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生產的F-35閃電2戰鬥機 也被稱為聯合攻擊戰鬥機 F-35的2CSV0.0015平方米 從正面接近時 F-35在雷達上看起來比F-22大5到10倍 但仍然只有高爾夫球的大小 F-35最大聲明來自其機載系統 F-35的AN-APG-81有源電子掃描陣列火控雷達系統 被廣泛認為是世界上最好的 它非常強大 中共每次有新戰機亮相都會先吹噓一番 這次隱形戰機序號更從殲20以下跳到殲35A 並刻意用了A給人聯想還會有一系列 對此本身是軍事愛好者的獨立評論人士杜正表示 中共凡是講政治需要搞這些國際航展都是為了展示中共的所謂成就 但實際上按中共偷技術和強制外企轉讓技術的傳統 殲35A也跑不出山寨的嫌疑 至於高調的宣傳只是給小粉紅打愛國主義的雞血 狂熱一陣子而已 真正上戰場才能見分出高低 美國軍事網媒WDMMA今年10月發布的2024年全球空軍力量排名中 美國4個部隊及空軍海軍航空兵陸軍航空兵及海軍陸戰隊 便分別佔據榜單的第1、2、4、5位 俄羅斯則排在第3位 世界第6位的空軍由印度奪得 但號稱大國崛起的中國被排在第7位 這一榜單引起中國軍迷及網民的反彈 但有專家認為中共空軍山寨貨必然比不過原裝品 只能擺樣子 臺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所長沈明氏表示 這個空軍戰力的排名是有其量化的依據的 正如知名網站Fairport一樣 每年根據各國武器系統性能及數量 排名出各國的軍事武力 雖有量化標準 但只能以數量及性能為平段標準 無法看出訓練及後勤等因素 因此不能將此排名等同於空中戰力 但仍有參考價值 他說美國空中軍力可能是俄羅斯的三倍 這在烏克蘭戰場上獲得驗證 沈明氏說中共空軍實力除了因為科技落差之外 飛行員訓練時間過短也是問題 多數時間用來政治教育 合作靠互相監督 使中共飛行員專業比西方國家弱 他說在黨政治教育下敢衝敢撞 如果用於游擊戰還可以 但如果是空中專業作戰 美國高層次聯合作戰能力 可能先掌握到中共戰機 運用導彈將中共戰機擊落 沈明氏還說 一般而言 中共的第五代戰機等同於 美國及西方國家的四代半戰機 等於科技落差有半個世代 大約10至15年 舉例說 美國轟炸機已經要淘汰B-2隱形轟炸機 推出B-21新型轟炸機 而中共抄襲B-2隱形轟炸機的轟-20 據說已經完成 但是仍未正式服役 這就是落差 而北約國家支援烏克蘭的F-16 在烏克蘭積落俄羅斯的蘇-30 就是中共改裝為殲-16的戰機版本 中共稱為第五代戰機 實際上打不過美國的第四代戰機 這些第四代戰機的改良型 性能也超過中共的第五代戰機 綜合各方消息來源看 殲35未來還可能作為航母艦載機 事實上除了空軍 中共海軍也在向美國學 中共第三艘航空母艦福建號 近期進行了第四次海試 中共軍方宣傳片視頻首次展示的 福建艦內部設施 過往中共航母多採用 前蘇聯技術路線的軟式防火聯盟 但福建艦則選擇了 更具美式航母特點的硬式防火門 臺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專家 舒孝黃表示 福建艦應該還有很多思路和設計 走美式路線 但是可能沒有完全理解 美國人的作戰思路 所以也只是試驗品 中共未來想在西太平洋 跟美國海軍對抗 難度非常高 感謝您收看會眼看中國 歡迎訂閱關注我們的頻道 下次再見